证所煮台湾人伞的循环 让台湾的个大家庭温暖又浪漫 热情又充满活力突然偶遇 台湾人啊 你们就是脸毛的可爱 让爸爸妈妈看到人形的真伞没 不是 我在看这个椅子 因为我要买去送给庙 哦 你要买去送给庙的 哦 那现在要让给你是不是 啊 现在要给你是吗 不是的 哦 你看 你站得上这个椅子 你要买去送给庙方 哦 你们给我照顾 好好好 那边也有 没关系 大家都是做好事的 他说这个椅子还不错 他想买来 捐给庙方 你看 这里都是武艺间拍到的 老百姓都很善良 哦 你们喝啥呢 我再送给那个庙 给你点赞 给你点赞 庙里 庙里 那个炉坏掉 我都整理好了 我送给庙 然后写我的名字 谢谢 你们一起赞 好 大家都言论 有言论 赞哦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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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跟赞年的人点赞 这位大姐他看上这个椅子 他要捐给庙方 是这样的 好 谢谢你 你们住哪里 我们住新竹 新竹 我给你们有空去我们那边 凤茶 凤茶哦 好好好 名片是不是 对 给名片 好 有空我去 对 哈 人家这边就北洋 那个浓大的关 居然跟那个老平发红包 稍微开的 那边的关就北洋 你上次你外上次 屁股翘的高高的 他们最怕的是 尾巴翘的高高 那个头 反抗嘛 哦 因为他们作恶作断 贪扶 腐败 其实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是啥 他们的说话说 山友到处 中友报 你看成年做过事情 有些 民众的事情 是说不清楚的 我看到这些作恶作断的 官员也好 嗯 这个 老病也好 我没有看他们 那有些人好吧 就在我们大队里 那几个月子 当官员 就在 在这个时代 在六十年 这个时代 他们一当官员 一直等到 这个 那个改革 他们下车了 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他们也没有 这个好事 社会风气跟那个 真的很可怕 是哦 你看信仰 信仰其实是 善良的根源 我觉得 你看我们那边 没有信仰 多可怕 上次我听我妈 在打电话 就是跟一个阿姨打电话 就在讲这边 丢了东西会找回来 我妈就在说 我丢钱包的事情 找回来了 然后那个阿姨呢 肯定就诉苦嘛 她说掉了手机 儿子又掉手机 然后又怎样怎样 儿子掉了是苹果手机 买成八千多 然后后来 再去买一只 又八千多 好像这样算起来 一只手机变成一万六了 就比较贵 然后她就很生气 她自己得丢了 她就说 她以前捡到手机 她都要还给人家 最后变成了什么 她说我以后捡到手机之后 我直接扔河里 扔沟里 扔水沟 我不会再还给任何人了 这就是 对啊 死从缝气 你看来就啥的 哎呀太多了 我说什么 讲过完了 不说了 这个不是我谁叫你 你看这边 你看我们就坐在这里 就遇到了很多 就是热心的人 就是随机拍的 我也不会去找演员 就会发现这边 是良性的循环 善良的循环 我们那边 你看就是恶性的循环 你整我我整你 我都被你整了 那我也不想去 帮助别人了 我帮助别人有用吗 这边边 有些还会报复社会 报复 这边边它提升了 嗯 十几年的传统活 在那个时候 人家说 你好 在扫地吗 哦 在扫地吗 哦 你吃饭了吗 吃饭还没 等一想了 中午再吃 就像你自家人老子 等于我带你 就不吃了 不用了 不太好意思啊 不太好意思啊 对我帮你 不太好处了 哈哈 他说要请我们吃饭 我觉得不好意思 不不不不不不 我爸会不好意思 真的 不吃饭吗 那我们一定要出钱 这样会不好意思 不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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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一定要出钱 这样会不好意思 好不好 哎呦 很好吃的 哦 哎呀 这个 哦 你说这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 讲到这突然就来了 你说我们 这些都是真实的 因为他在看我们的影间嘛 所以我们的粉丝也看到我们 发现我们 带我们去吃 你看吗 这边的人他就是这样子的 啊 我说 我说正在说善的循环 这边的人他就是这样 你看我爸妈在台湾 无时无刻都在感受 台湾人的热情 太热情了 那到哪里去 传统的 猪头肉 你看嘛 哦哦哦 哎 传统的猪头肉 你点点就好了 我们刚吃了早餐 看一下 哦 碰到热情的粉丝 我爸非常不好意思 不要吃那么多了 待会还要吃别的 小碗的 哦好好好 好好好 你不拿我要生气 我也要生气 我生气 拿着 不行了 我再 我爸会不好意思 你拿着吧 你先拿着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真的 不好意思 你都不好 好了上菜了 谢谢 我们带一碗 还说小碗的 哦 今天粉丝请客 真不好意思啊 哎 刚刚过来 看了这边有没有位置 怕我们过来没有位置坐 嗯 背后默默的在付出 我们都不知道 真的怎么好意思啊 吃吧 这是粉丝满满的爱 他就想让我们体验了 他觉得好的东西 知道吗 哎呀真不好意思 那吃吧 这是粉丝的爱 这是什么 什么 好了自拍一下 吃了 这是美女粉丝推荐的 满满的爱 我们慢慢吃 嗯 你认得吗 认得我吗 认得 哦 我嘴的 嗯 你再看咯 他说要先吃这个 他这个脆脆的 那个哦 嗯 先吃这个 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啊 你先吃这个 白色的 你试试看 我们还不饿的情况下哈 怎么样 还可以啊 嗯 好 那我又发现一种美食了 下次再来 那你尝尝这个杯子 这个酒汤也 不是汤也不是 它不吃汤也 超特别的哈 嗯 在台湾这边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嗯 有很多美食 嗯 看来还有很多值得探索哈 哎 你吃吃 什么味道 有没有吃到芹菜的香味 嗯 好 嗯 哎 他这样 这样搭配还是比较合理哈 嗯 他馄饨几颗 然后这个几颗 然后供丸一颗 嗯 这样也好 你看 啊 粉丝妹妹 离开了 他可能是觉得 在这边 我们会吃的不自在啊 他默默的就离开了 然后默默的在这边 跟我们安排这些 我们之前都不知道 我们从哪边来 随同的味道 嗯 他们推荐的还是不错哈 嗯 哎 好吃 馄饨我还没吃 馄饨我还没吃 刚才那个白色的事情 这个 这个好吃 我跟你说 大陆人的思维哈 你错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吧 我跟你说哈 因为你是大陆人 我是大陆人 我很了解大陆人的思维 嗯 因为我们没有被这样 温暖过对待过 你会觉得 要么就是骗子 要么就是有什么 嗯 有什么要利用你啊 或怎么样 嗯 或甚至就是说 对你好 或者是有什么意图 但是你恰恰 让你感受的不是这样 是搬过来的 我生的现在是 他自己还没吃 这个 双人嘎 结果不是 跟那个店家 没有半毛钱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还 你还没有完全的生育 了解台湾人 来 做嘛 做点厚的吗 他切在这儿拿 好喽 换位置了 谢谢 不会 没有你们这么辛苦的付出 我们怎么能吃到 这么好吃的美食 那是店家 嗯 好吃 好 谢谢 嗯 那我采访一下两位哈 如果你在大陆 突然遇到一个 比较热情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 以这种方式来请你吃饭 或者是对你这么热情 你会怎么想 不行 这么样子 他要你用我也好 或者你用我 嗯 或者帮他板子才去吃 帮忙啊什么的 哦哦 帮忙啊这一回点 我说五眼五股的表情 我真的看着是 嗯 他们的那个盐 他的盐给你的目的 他就是要你帮忙 所以帮他抬个大东西啊 哦 其实这个也算正常哈 嗯 这也算正常 嗯 人生养父要帮忙吧 他们这个哈 所以说五眼五股的都在购买 要一把盘子是吧 不会 那五眼就不行 所以说这就是大盘子 大环境 好了暂停一下 我来讲一件故事 有一次我带我妈 嗯 去一个市场 也是去一个市场 然后我刚好把车停好之后 我妈就在看 她说哇芒果树 好多芒果 她在指指点点的 她刚指指点的时候 就过来一个老人 老人就说 就在跟他交流嘛 然后我妈的第一反应就说 哎呀我不会采你的了 我不会我不会偷你的水果了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了 这就是大盘子第一反应 然后结果呢 因为语言不通 后来老人家就去拿了那个 就是采采芒果的 嗯 采了一堆给他 然后问他够不够 你还要不要 我这里很多 你帮忙多吃一点 哈哈哈 后来我觉得 天呐 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深思 我就在想 你看 这反应真的就是不一样 当下就是这种反应 我说叫不住 我叫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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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好像我还录了一点点那个影片 当下就是这种反应 我妈只是在这里 看了一下 人家的芒果 然后大哥呢 然后就说 你要吃吗 好 当时我妈也吓到了 就大哥真的给我们 是呀 大哥谢谢你 哎呦 哎呦 哎呦好烫 啊这吐芒果哈大哥 对 哎 好你要去给你 谢谢 谢谢啊大哥 还要吗 喂你还要不要 没有 再两颗嘛大哥 吐芒果 好了 来了 哎 台湾人就是这么热情的 还要吗 还要吗 一直问你还要吗 还要吗 哎呀 刚才我们是路过我妈就这样指一下 然后大哥就说 我还没我妈也没听懂 我妈就说 哎大哥可以了 哎 好了 好了大哥辛苦你了哈 哎 哎 谢谢拜拜 好 哎 哎 我妈是从大陆过来的 过来才几天了 哎 但是我比较了解嘛 因为我在台湾待了很久 我知道她们内心的想法 我也知道老人家对她的善意和善举 但是我妈我爸他们刚来台湾 他们是没有在台湾生活很久 所以说 同样一个举重 在不同的地方发挥 他们效果是一样多 我想呢 你多了点看人家里 我们那边就很黑 我一把人来吃的 可以 跟你想偷一样 我想人家 说我想偷一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啊 嗯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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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啊 那边有很大的关系 嗯 我们那边的事 对自己提供 大怀进 所留下的一些后遇症 我们那边你要提防 提防太多的人 因为你不提防人家 人家也要提防你 相互的信任度不够 就是啊 嗯 今天这种情况的好大 在五几年 在五几年有 在五八年以前有 嗯 五八年以前有这样的人 通过了这个运动不够 人就变得非常认为 你怀疑我 我怀疑你 你整我 我整你 嗯 人家应该社会呢 有持续关系 通过的不信任 已经达到了 几点 一个几点了 嗯 就像我们买东西 现在大陆那边 点外卖也不放心 吃食品也不放心 买酱油也不放心 就是说 人云这样的戒备心 已经达到顶点 就是 然后 老人倒地了 不是说没有良心 是 大概都还是有良心的 不敢服啊 真的不敢服啊 如果服的话 或许就会先拍个照片 你要说你是自己摔倒的 先录一段 然后再帮忙你 嗯 因为这些就 错过了黄金的 你还在我们那边 嗯 嗯 就有种感染 我这个年龄 坏了居多 你这么年纪的 哦 坏了居多 所以他在说 我这个年龄的坏了居多 因为他们通过了文化 那些人 那些人来说 他成为比较好的 他们在那个时候 他们在上升 上升 在那个年代 就是在文化上面的年代 他们在平常中 他们成为非常之好 他们在习惯来 拉扯人 拉扯那些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 这些部分的 他们现在变老了 好 那你成为坏人变老了 哈哈哈 这是 人嘴 我忘了天下天都在 网上一边 看一边骂 坏人变老了 坏人变老了 你这个不奇怪 我看到一个老人 八九十岁了 被这样勾搂着卖菜 被人家这样牵着脖子 一扔就扔到那地上 那才叫可怜 不要看了 我不想看 看到这些我就划过 因为心里承受不了 我都没看到这些 看完这些就不错 像这边 一般老年人 然后养型的时候 养型的时候 他们都是一里带着 我从来也没看到 我喝到的 在腿上不想拉起来 我上腿的时候 赶紧一让 我做的一直不和你 人家都是从而起来 你要拼啥子 但是人家给人家看过多 人家给人家看过多 常常遇到 在温馨的场面 他们觉得不合理 像有时候 早上去公园 认识不认识 都跟他说早安 或跟他点头 然后刚开始 他说 你还认识我吗 我刚来怎么会认识我 刚来台湾的时候 都跟他打招呼 他说认识吗 我说在这边 尤其是早上 逛公园 锻炼申请 只要四目相对 都会说一个早安或是点头 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也是个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开始早晨最美好的一天 他们慢慢就习惯了 然后我爸妈 只要是认识不认识的 只要在公园看到 他们也会主动打招呼 这个是什么这样 刚开始觉得 因为他认识我 他怎么招呼我 奇怪 其实今天 其实那个女朋友 是在默默的为人安排 因为她想把最好吃的 推荐给我们 当他发现我们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看那个店 有没有座位 怎么怎么样 怕把我们提早叫过来 没有地方坐 或者尴尬 他考虑得很好 然后在过来叫我爸妈的时候 我爸妈都是一愣一愣的 但是我自己比较了解 台湾这边的人 的危险处置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 人家比较热情的 在请我们去吃饭 一定要去 知道吗 你不能辜负了 人家的一天好心 然后我说你们赶快去 其实他们是 当下是没有反应过来的 他们会一个是觉得不好意思 第二个是觉得说 因为是过生人 没有见过面 他们觉得说你请我吃好的 或是有什么想法 会怎么样 他们会有各种的担忧 或是各种的那种戒备 大陆人的戒备 多少都有 虽然说你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 但是你是更生地图 几十年在大陆生长的 你戒备心多少都会有 你喊一个喊 不合理 怎么会 你喊你拐一下 比如在台湾这边 拐一下 拐一下 我还是一个拐一下 你往这边看 原来是想不到别人 想要再给钱 哎呀我就理不开 不合理 还不合理 大陆人的一万三连 想不到钱 你没给钱是可以 不得给钱别人 我妈妈就不能 你钱有时候 你拐一下 拐一下 你拐一下 你就只有四 你不得钱你不要看 吃饭了 谢谢啦 在这里感谢这位女粉丝 给我们推荐这家 味道非常不错 我们都吃的干干净净 还剩下一点点糖 我爸妈都说好吃 真的真心还不错吃 好吃 看它白白的 里面有个芹菜的香味 然后馄饨也不错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也清淡 很适合老人家 走吧 我去去那位粉丝 我会给他个桃子 他也不要 什么都不要 它是这么包的 好像里面有一 比较特别的食材 哦 非常好吃 你们的 我爸今天被请客 太多感触了 他要表达一下 不是你一个人这样的反应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反应 人与人之间 也不要说就是说 反应变得好 你看 想法就那么多 初生的地点不一样 想法又不一样 那比如像我在台湾这里 很平常 你要招呼我 也这么多人招呼我 我在开车的时候 一直不喜欢 人生就不说你招呼你懂 嗯 后来我也觉得 你是不是要骗我 哦 你说敲诈我 哦 你说乐事我 哦就是 你都跟我招呼你 钱拿出来 哦 但是我后来 左部的我觉得 好几手是家村 非常善意 非常善意 后来我也学到他们的 虽然说 我根本在 里面上 有很大的差异 还是有的不同 嗯 但是人家那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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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他们那种表达 嗯 使我是非常感动 我觉得的话 嗯 生长在不同的地方 那个差异有这么大的 嗯 嗯 嗯 然后随时都在就是警惕 小心 防备 这样中 中压迫的那种 生活的一种方式 看人家这边哈 你人放松了 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但是你就会 当你回去的时候 你会不习惯 嗯 然后你待会东西丢了 你就怪东怪西 在那边面的话 做的上当 上的太多了 对 嗯 上当不是一次两次 那这个 是非都分不清了 哦 我紧闭的这种 这种心理 一些粗门 像摸着 我爸爸在那儿看着 人人家说话 也还是非常紧张 生怕那句话 啊 我 在这儿帮你起了 但是你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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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现在外面都好得多了 但是这种隐隐来说 好像是 好像是摸不掉了 对 尤其是 尤其是 你说话还是要小心啊 我觉得你在这边 已经 慢慢的开始有点 畅所欲言了 有点 太享受了 有时候还是 我只掐着一点说话了 但是呢 我们没有要 要好多了 好多了 最近这十年哈 小偷也少了很多 就是往上了 不是小偷真的少了很多啊 嗯 以前哈电停车真的眨眼就不见 对 对不对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不用现金 这个也导致了那个 小偷爬手 没那么猖獗了 就是 后电停车的人也没那么多了哈 嗯 这边呢 一个是管理 一个是人心 一个是信仰 都有密切相关 没有啊 还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德行 嗯 嗯 是啊 这就是台北人的德行 嗯 有信仰的地方还是不一样 嗯 所以说信仰是善良的根源 这个叫炸米的 好多样子 这个叫什么 馄饨 哦 我吃不来的 一个叫 有点像马蹄做 我们呢 看的是 饺子 汤圆 嗯 饺子 不是饺子也不是汤圆 不是 我妈吃了连汤都不剩 好吃哈 又清淡又适合老人家 好吃 哎 我也还好吃 好了 朋友妈再休息一下 这吹吹冷风啊 那好了 今天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哦 我们就说出我们大陆人在台湾的真实感受 就像今天的那种反应哈就是这样 真的真实就是这样的 那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谢谢粉丝朋友满满的爱 再次感谢 拜拜